我们看到林心如在银川体验西北风 而她的老朋友赵薇正在宣传自己的新专辑 天使旅行箱 昨天她还在北京举行了一场签售会 是的 借着这个签售会的机会 我们的记者单独采访了赵薇 把她最近的动向一网打尽 今天见到大家 我觉得也不要打扮得太过脱离群众 我觉得本身我生活中穿的比现在还要随便 稍显随意的着装让赵薇显得更有亲和力 面对热情的歌迷赵薇积极响应 连记者的问题也顾不上回答 今天早上几点起来 先从我再支持你 九点 签售活动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 签字笔都换了好几支 赵薇可累得够呛 难怪活动结束时她不由地跳了起来 签字签了一个小时 可以跳霹雳舞了 手部的 说起来唱歌只是赵薇的副业 打拼了这些年 赵薇好不容易实现了 从偶像演员向实力演员的转变 而儿力之年到来之前 她又回学校攻读导演专业 摆明了是要当导演 我毕业之前应该会拍一部电影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出备期了 所以不是特别的有准确的消息 跟大家去分享 宣传完新专辑 本月十一号赵薇将回到赤壁剧组 拍摄余下的戏份 此前在戏里扮演黄盖的张珊 曾经对我们爆料 扮演孙上香的赵薇非常敬业 我找一个真经业者 真好 谢谢她的快奖 还好我平时做人不错